许多IP股开始除息 老师您最看好哪一档 已经除过息的就是创意 还没有除息的四星跟爱浦 这些股票都可以好好的留意 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级正视 大家好我是Bella 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的 林中祥分析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台积电预计在6月13号 星期四完成除息 老师你认为他有可能像之前一样 完成当天填息 然后股价上看900元吗 我想台积电的除息 因为他除的非常的少 所以非常有机会一天就填息 是 他如果像除息除个十几块 二十几块 有时候很难 但是说实在 创意除息14块 一天就填息 所以在这里高价股的除息就有这个好处 台积电除息在这里 当然持续看好 大盘今天盘中最高又涨了100多点 但是现在又在这里整理 个股轮动了 昨天在这里什么什么奇红双红 外资说看很好啊 结果没买啊 昨天大涨7%今天就跌了 对不对 今天大盘涨 所以同学有时候你要看筹码 我们看台积电台积电900块 应该有机会不会过了 因为这个跳空缺口都没有补 台积电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890几 不过台积电有的就续报吧 没有的你要来买来参加除息 我也不反对了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啊 除了这个台积电之外 我们看下昨天最大的乌龙 昨天最大的乌龙是什么 就四星嘛 昨天四星打到快跌0跌了8% 对不对 结果四星公布财报不错 所以2500也没破 今天就大涨 今天涨了多少 涨了超过5% 那四星既然又回到五日线 大概在这个月线附近 大概只稳 不过季线还没有过 是 看上面那个季线过了没有 还没有 所以只能说止跌了 不会再重挫了 那四星在这里 我还是说创意比较强嘛 是 因为创意站上所有的均线 所有均线都在低档 呈现一个往上翻扬的动作嘛 那创意今天最高来到1605嘛 是 那昨天有买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监狱会员就 这个短线隔日冲也是一样赚钱嘛 昨天不管你买多少了 到今天为止大概赚50块跑不掉了 那艾普你看一下 昨天跌的跟猪头一样 他今天又站站到五日线上 明天五日线扣低值了 艾普是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等一个什么 出席 是 他也要出席6月20号 所以现在量说的很小 几百张而已 笑死人了 上一次艾普几百张的时候就是低点 是 量大一定是头嘛 量说一定是底嘛 对不对 金星科今天也上去 金星科占上季线 所以还比较强 安国也占上季线 今天我们本来想设定大概150块左右再来买 但是又又又又上去了 那神盾在今天来说也上去了 神盾像神盾安国这种蛮会炒作的 怎么说蛮会炒作 就是他大概都还维持在均线之上 是 他跌也跌不多 不过在这个位置涨也涨不多了 预创昨天外资投信自营商铜码 很难得 我告诉你 投信买超很难 因为像这种股票 投信一般来说能够买个190张算不错了 那金国光今天盘中冲上去 不过又下来 在这里震 你看下面这个月线也顶到了 是 那今天冲高之后在这里守住五字线 看明天会不会再冲 今天量也不太够 但是今天的郁金光就将近涨点板 好厉害 在苹果嘛 对不对 平盖股 主持人知道嘛 在苹果昨天大涨7%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要冲上去了 这光学股不会寂寞 所以财经急诊室在这里跟同学报告的 确计有一些IP股 它要面临除息 是 那已经除过息的是谁 已经除过息的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创意 所以创意还比较强 创意比较强 我一直在这里 开关都直接讲创意比较强 你看创意是不是比较强 对 没错 站上说就均线 没错 今天本来想叫同学说 因为昨天我们买了 今天如果有低的话 买来到当中 不过今天没有低了 是 就上去了 大概 大概大概就维持在1600左右 他也大概如果说有急杀 大概11550左右 1540大概1500左右都是买点 但是1600以上在这里会震一下 会震一下 我昨天有讲会震一下 震一下 就是震一下 大概也在这个区间 他也点不到哪里去 你放心好了 创意在三月份 不是三月份 大概在整个所谓的 6月的营收应该不会太差 今天大家最意外的 应该就是四星 四星 四星今天涨很多 我们看一下盘中最高拉到多少 有没有过昨天的高点很重要 不过四星也不会跌了 所以在这里你也不用做过度的担心 四星今天大概 现在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涨了70块钱 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操作的逻辑就是这样 敢做 赢赢赢赢输 这是最好的 操作逻辑 谢谢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欢迎加入老师的LINE AD 还有Telegram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加入你才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